不原退休啦 因为我们这种身体啊 你做惯了啊 好像那天在家里十天 隔离十天 没事情隔离十天 哇 就好像在建牢里面一样 很辛苦 因为我们做惯了 你没有做啊 整身不舒服了 你有做工啊 很舒服 多多少少都要动一下 就是这个样子 我是拱文广 今年七十六岁 我创办这个拱式云村面 到现在啦 差不多有十六十多年 早期是在格朗十二项 那边做了三十六年 三十六年过后 就因为取租的问题 就判到十三项 十三项就做了十二年 十二年之后 就再判来这边 这边做了十五年 给了我女儿的机会 给她讲 我是Sharon 我是她的女儿 对啊 因为那个时候啊 19五多年到六十年初啊 那个时候都是 经济很不好啦 你有一份工作已经相当好了 没有拿钱啊 就是吃两餐啊 你就很高兴了 从那个时候他们十二三岁 才开始我就在帮人家做啦 就开始偷试啦 那些偷试看他们怎样做啦 偷试之后到1964年 就我就自己开档啦 那时候好像还在办公读啦 一边读书 就一边一边一边做啦 就做到现在啦 那个要做成功一件 这个事情啊 你首先你要去尝试 别人那些好吃的 你听哪里讲啊 他们云村面很好吃啊 那么我们就去试咯 试他们的面啊 试他们的辣椒 他们的叉烧 后来就回来自己开筋咯 那个味道的自己 一直在调一直在调 经过差不多要十五年了 这个生意就慢慢上来 就有一点进步啦 就是这样 那个时候因为没有东西做 我小孩子的时候没有东西做 你进了这一行啊 你就是永远你要把它搞好 一直在改进自己啦 哪一个不好就改 哪一个不好就改 一直在自己尝试自己啦 因为我们的云村面是古早味啦 属于古早味 你吃到的 我的云村面 就像吃到六十年代的那个云村面 现在是在酥着酥着它的面 它的面就少了一样东西 就是那个橫沙 橫沙里头它那种放在面里面 它很爽口那种 那种已经净了不可以用了 所以现在已经吃不到真正的云村面了 假如有这个橫沙进来可以用啊 让它变得非常好吃 现在是那种蛋清 所以这个面啊 它的它的那个味道跟以前六十年代已经相差一条街了 我们这种云村面是真正的云村面 以前很古老下来都是这样的 油 辣椒 酱青 就是这三三种 你去调调你的味道啊 我们的叉烧是五样东西放下去而已 是比较简单的 所以主要是糖跟盐 你要调到它的味道刚刚好 吃起来啊 要用好的肉 新鲜的肉 虽然是贵一点 我们拿的是扁肉 烧那个叉烧的过程当中有用碳 这个是最基本的 以前一路下来都是用碳用到现在 有人叫我用氧 我说氧烧的不太好 所以快啦是很快 可是烧的不太好吃 它没有那个碳的味道 叉烧要有一点碳的味道 会啦会比较慢 因为它的那个碳的力啊 比那个氧的力比较 相差比较有一点距离啦 我没有改变 一路来几十年 五六四年啊 都是这样用碳 用碳来烤 所以它的味道永远在那边 那个困难很多次 一吃是猪瘟啊 猪瘟那个时候就是屁下去 它不要倒下去了 没有生一整年啊 那个时候猪瘟很厉害 接下来就是那个SARS SARS也是影响非常大 那个时候没有人出门 也是影响非常大 就是这个两个问题 现在疫情 现在的疫情是比较 去年就比较 生意会差很厉害 不过现在好像是习惯了 麻痹了 人家过来已经麻木了 你知道吗 一臂共 共瓦存啊 哎呀没有办法啦 反正都这样久了 两年了哎呀不要怕啦 打了针就出来吃吧 现在是用这个钉了来拿咯 他们就不用等嘛 现在以前是没有啦 现在也有上网啦 上在网上那边给人家知道 哦 这个到目前为止都想改变一些向外发展啦 做一些比较创新的啦 做一些冷冻面啦 因为现在外面这个冷冻面应该是没有 比较少啦 有时有比较少 我们就向这一方面去发展 还有做一些哈拉的 那马来同胞也可以尝到我们的那个 来 银吞面 哈拉的银吞面 我们是觉得因为现在要方便嘛 要快 而且那个时候刚刚好我们也是COVID 去年这个机会就来了 就说可能我们如果用Ready to eat 人家也可以在家里吃到 不需要说要来这边 所以就走这个方向 就刚刚好也是有人就是找我们说 要不要我们一起合作 我们一起做一下这个Ready to eat的菜式 所以我们就讲OK啦 因为我觉得在未来很多东西都会改变 我们吃的习惯也会改变 因为现在每个人要快要方便 他们也不需要说来到这里 因为来这里问题很大的就是停车 没有停车位 然后要排队 要等很久 天气很热 所以很多人觉得 我其实如果我自己买了 我在家里我随时都可以吃 味道其实差 不是说很远很远 它OK 不过肯定是没有 肯定是没有就是说你现煮现吃的好吃 对不对 不过如果你讲方便的话它是很方便 味道差别可能80% 你问你有没有反对这个主义 这个没有反对这个主义 我是说我年纪大了 他们的年轻人他们有他们的相望 那么你就去发展了 我全全交给他你发展了 因为我们都70多岁了还做多几年 是吧 可能一两年之后我就退休了 全部交给他们你做了 好像你今天做的面 你今天你跟我打包一包面 你拿回去放在冰箱里面 OK你明天早上拿来弄烧了 你看吃它的味道 No.1 很多人都这样讲 我本来是不懂 他们说我说你没有搞错 你明天打两包面明天早上吃 你不懂明天弄烧更好吃 拿去蒸一下也可以的 更好吃 我的辣椒研究很久了 做出现在的辣椒 研究多久了 很久很久 有时自己做做了不成功的话 我就去找了 找了一些比较辣的 他们说不够辣的 他们说我要找一万倍辣的 有没有 一万的找不到 要去印度找 而且我去印度找 辛苦是这个 现在年纪大了 有点觉得辛苦会累的 我们一天做sport的时候 我们来到这边七点多了 做到今晚收到来 差不多九点半 差不多十多个小时 回到家 差不多十点了 同个粮吃饭 每一个呕呕呕了 明天又要早上了 有时做到很顾臭 现在觉得很顾臭就对了 现在 就是觉得他们应该退休了 因为真的是年纪老 看他们做得很累 他那时他两次心脏病 过后多久 两个礼拜后就出来了 医生说你要休息一到两个月 他不行 他说不可以 我在家里太闷了 所以他们做习惯了 要他停也是很辛苦 所以有时看到这样 就是很心痛 我时常跟他们讲 你们要用心学我的东西 要学到完 用心去学 假如你要做这一行的话 你就要把全部的精神 投在里面 其他外面的你就不用做 你做好一样都可以了 你做太多样了 你顾不了这一样 我做了两次分行 做事件跟不逃掉 你因为什么 你没有本身在那边做 乱七八糟的 这个东西做吃的 就是麻烦的 所以干脆不要了 做一看就好 守着守着 守到现在 守到六十多年了 我一九六四年开始做了 做到现在不懂 几年我自己都没有去想 我们的支持者真的是很多 很谢谢他们几十年来 这五六现在 可能你吃了三代 也吃到四代了 已经到了四代了 他们还是这样追我的面来吃 我有时候感到非常非常的高兴 看到他们一代一代 这样三四代人 他们都是这样子再来 这个老字 我们就是想保留他 因为好吃的东西 真的是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所以我们会继续努力 继续地找好那个品牌 希望他们继续地支持人 了 听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production